人类历史总要经历巨大冲突的时期 一切文化中都有这个阶段 中国人把它叫做战国时期 这个时期的许多方面都和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有些吻合 没有一个其他时期像这个战国时期一样 是人们如此分明的面对伟大形式的交替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特殊年代 精力旺盛的个人可以尽情的挥洒才华 不计代价的从事各种活动 以期实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 中原大地 齐县境内 有座神奇而又壮丽的山脉 云梦山 该山鬼斧神功 气象万千 是至圣鬼谷子授徒之所在 背后人称作中华第一军校 这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历史文明与自然山水融会完美 盈瑞门 云峰寺 上圣庙 天书牙 记录下两千年战国文化的辉煌 舍身台 青龙碑 桃园 五里鬼谷留存着世外高人 鬼谷先生的遗宗 大漠风光的山顶草原 等待人们暂时离开纷扰的生活空间 使心灵在山水光月中放飞 云梦山守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 看鬼谷剧游云梦山 看鬼谷剧游云梦山 铁铁 Core501学に環境目擠遥 天员不见故事约 且岳曾经照顾人 漆火英雄易風格 无人成果几人天 人海苍茫一盘旗 无人成百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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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日满的欢笑 明日深色系统 日暮酒醒 为故里论风吼 一生寒暮 一生寬争 都不来却冷冷清清 冷冷清清 两千年 谁与飞 不过旅待后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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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342年 在河北马陵地区爆发了一场流传千古的智慧性战役 齐国军师孙毕用计大败位将旁捐十万精兵 史称马陵之战 世子是墨家团体的吗 巨子民我等接力传信 齐国两国的兵马已在马陵峡谷打起来了 不好 旁捐将有幸运之位 孙毕与旁捐同为鬼谷子门生 两个旷世奇才因何故反目为仇 鬼谷子又为何被后世称作鬼谋之神 其中的是非因果还需从头说起 师哥 师哥 鬼谷子 叫王禅不好听啊 干嘛又传出个谷子的名 你真要下山去结婚呢 不行吗 那青年真人十八年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 先生那么看重你 教你那么多阴谋诡计阳谋诡计的 连徒手遗山之功都交给你了 你这一结婚讨老婆 我真担心他老人家没了指望再闹出什么毛病来 雪儿 说实话 为什么先生让你跟我一起下山呢 让我看着你阻止你拜堂成亲 我本来就没打算成亲 你怎么知道我要成亲 怎么 你不结婚了 说实话 你这次下山来 是不是也不想回去了 为何 我也会出国报仇 公元前三百七十三年 魏国开始攻打航股 哎呀 让开让开让开 让开让开 让开让让让老子坐 走到这 走到这 但是 你呢 你呢 我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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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Bei 快点快点 快走 快逃 Mountain 好吃 快点 客官,你别着急 马上来 来来来 客官,你别请 二位,你别请 酒不喝,还行 酒喝,还行 你吃好 客官,客官来了 要点什么 两斤牛肉,一坛老酒 好嘞 两斤牛肉,一坛老酒 你不吃 来了 客官 酒 酒肉 二斤牛肉 二斤牛肉 喝好酒 喝好酒 来来来 老爷 可怜可怜奇儿 我可怜你 老爷 谁可怜我 老爷,自有老奶奶来可怜吗 胡说 我还没有完亲奶 咱们都是光棍 你这老光棍可怜可怜 我这小光棍 好一张利口 那我就可怜可怜你 乖乖 那边是你的 这边是我的 来来来 你怎么这么神 教我吧 妖虫小记忆千万别醒了 免得悟了你的前程 啥 我有什么前程 我的前程就是一天灰顿饱饭吃 来 看你那手脏兮兮的 想吃牛肉可以 第一 不许用手 第二 不许用筷子 要一下去走才行 老爷爷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干脆 再给我满满得了 没那本事 就赶快走开 老爷爷 我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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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帮他吗 可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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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款子 快 来来来 你倒是喝了 一人一瓶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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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你更神 喂试试 我来试试 来来 再来 好 喝了 好 好 再来一碗 快 喝了 他最放心 这 二位 想要点什么 召酒一坛 煮烂的牛肉可以多切些 好嘞 召酒一坛 煮烂的牛肉多切一点 来了 来咯 客官 这是酒 这是牛肉 好 你慢用 来 兄弟们 给我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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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多人帮忙 你该感谢他们才对 店家 客官有何吩咐 再拿些吃的过来 让他们吃顿饱饭 好嘞 再拿些酒 拿些吃的 来 来 那还想画 吃 吃 吃 别哭 也算我一个 你 你只能算半个 我人小肚子大 并不比这些家伙少功夫 懂事 牛子 快 这边 快 抢 抢 酒店 快 抖到屋里去 快 快 诸位 不必惊慌 魏国以韩国大战 大王有令 凡蜀年满18岁以上的青壮年 都要以战事为重 必须参战 等夺下城池灭了韩国和楚国 再放你们卸甲归田 我们是伤兵啊 走 这几个伤兵呢 伤兵快滚 走 走 我们走 走吧 走 你很帅 配件也不错 卫国效力的时候到了 站过去吧 你呢 会武功吗 会不会啊 气文学武还来得及 也站过去吧 娘 不过来 不过来 好 军师 军师 他才十一岁 是 十一岁也长这么高 你可听好了 孙盈齐国人来卫国经商 齐宣王三年生 今年刚好十八岁 天哪 那是我大儿子 他去年已经卫国捐躯了 这我可管不了 卫王有令 凡属在卫国经商的外国人都有出定之责 好歹他是个男的 我不嫌他好小 带走凑个数吧 军营里的活多的是 不打仗也有事干 来人 把他带走 好 对 军师 娘 军师 他还是个孩子 放过他吧 别逼我发脾气 人非草木 还是放了他的好 我要是一刀砍了你 你就不会再啰嗦 那可又要少了一个壮丁了 头乃肉身也 命则无限 说得好 军爷我今天正好有一百个丁的任务 放了他 你能给我变一个出来 我能不能算一个 战争年年打 活到你这把岁数真不容易 简直老的巷头驴还来凑这个热闹 原来是个假扮的 假扮的好啊 说你是哪国人 我看你像是吃官饭 我叫张启 乃魏国浦阳人 既然是魏国人 为何要化妆逃兵役 怕打仗 从我记事之日起 这仗是年年打 爷爷死在了魏国 爹死在了赵国 现如今又打仗打丢了儿子 我讨厌战争 乖 乖乖 你应是吗 好吧 看在你今天自投罗网的份上 我就不治你的罪了 走吧 先把孩子放好 我若不放了 君业 你千万别跟他打遍 这人可厉害了 他能用手把盘子里的牛肉一分两半 放屁 用手分牛肉 谁不会 唐信 老爷爷 叔叔 分一个 让他开开眼镜 你小子 别在这乱说了 君业 你若不放女店主的儿子 我们三个都不跟你走 这样你的损失可就大了 这可由我的你们 大叔 欢迎可让他看看 我的妈妈 您来了 这里 三 你别不懂 你别不懂 这边 赶快到厨房去帮出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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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让您破费了 来来来 王宅兄 当年我与你们王兆两家充当月老 转眼十八年过去了 如今另外先学艺归来 又喜逢婚姻大典 我岂能不来呀 请坐 来喝茶 王宅兄 王宅兄 怎么不见我那干女儿出来见过呀 哦 你是说霞瑞啊 他呀到村头去接缠儿去吧 哎 自从缠儿他母亲去世以后 这么大的院子 救我们妇女两个 缠儿一去十八载 早过了成婚的年龄了 这次催他下山 给他办回音大事 我这当外公的 也算是对得起他母子了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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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已经到这般时候了 成婚姻怎么还不回来呀 夫人 您别着急 公子他一定会回来的 哎 眼见又看完了这堵香 怎么还不见踪影呢 于梦山离此有三十余里 再加上下山的路程 至少也得三个时辰才能到呢 可是今天是铁定的好日期啊 占卜先生说 如果错过了这个好日子 对新娘新郎都没有好处 太阳已经升起了老高了 这新娘马上就要到了 你说我怎么能不着急呢 夫人 哎 夫人 李庚 夫人 我家太老爷要您速速回府 山南赵家派人送来消息 说是送新娘的队伍已经开始启程了 再过两个时辰就要到了 哎呀 这新娘的已经启程了 哎呀 可是长儿现在还没有回来 哎呀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哎 吕哥 昨天你去云梦山见到了馋儿 她到底是怎么说的呀 先生说她今日一定赶回 并说还带她的师妹宋雪儿姑姑一同回来呢 从今天起 你们已不是普通的百姓了 而是魏国军队的一员 老百姓不是当兵的 当了兵就不是老百姓 我们是魏王的狗 魏王叫咬向哪里 我们就应该咬向哪里 我们要攻打赵国 那里的姑娘很漂亮 很肥壮 只要打开城池 进你们到祭馆去玩 那儿我们还要东打楚国 楚国的金子多呀 只要打得赢就可以发横财 我们还要打秦国 南打韩国 现在就在攻打韩国 只有灭了韩国才能去打楚国 古苏城里的女子像水一样的柔 金子像太阳一样明亮 我们魏王刚纳的妃子南姬 我可是见过一回能让你双目发直 两腿打软 你不敢闭嘴 你不敢闭嘴 撤远了 现在宣布纪律 不听令者 斩 半路逃跑者 斩 故意装变者 斩 伤在后面者 斩 你们看到没有 他们就是逃跑被抓回来的兵兵 现在开始训命 把韩国俘虏押上来 过 过去 滚 还有您 快点 快点 走 快点 战场是个大沙场 你不杀敌人 敌人就杀你 杀人需要胆量 现在我们先训练一下胆量 来 你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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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过来 把他赶了 君爷 小的不敢 小的不敢 不敢 你可别后悔 把他赶了 你们看到没有 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战场 加油 你出来 出来就是你 我 出来 我看你文质彬彬的就更应该训练一下胆量 我给你点面子 跳个瘦小的砍怎么样 我会舞剑 你会舞剑 怕不是吹牛吧 好 你先舞一个让我看看 我要是舞剑 就请你答应我 不要让我杀人 少废话 先舞了再说 先舞了再说 没想到你剑法如此高明 那就更应该杀一个俘虏弑势劍 我会舞剑 我会舞剑 就会杀人 但我只在战场上杀人 你今天必须杀人 好吧 我杀人 我杀人你看好了 对 人已经杀过了 你鬼点子真多 老子让你杀真人 你只说让我杀人 没告诉我说杀真人还是假人 你 奶奶的 今天我就再破上一个 你 还有你 我们几个一起拿刀 只要把他杀了 我马上放你们回国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我们不杀你 他就会杀了我们 只有杀了你 我们才有希望活命 这都是人为所知 你们手中有刀 为什么不一起去杀他 我们在你们的国土上 他的身后全是兵 我们若是反抗 会死得更惨 苍天 人性之弱点难道无可救药吗 杀了你 我们才有活的希望 希望太渺茫了 那也别没有希望强 看来人求生的欲望是一样的 少废话 我们杀一个赚一个 看你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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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花好处 赶快下地 放走所有的壮丁 只要放了壮丁 才能饶你狗命 你别急 弟兄们 快放人 快放人 你们快走 快 你没事吧 快走 快 给我注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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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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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前几天我让吕庚去了云梦山 真的老真人的同意说是 今天中午之前一定会到的 这孩子一统就十八银 怕是见了他我也认不出来了 听他母亲说 前几年他就长得高高壮壮的 早就是个大男人了 是吗 父亲 大婶你也来了 是啊 来了 好闺女 你看看 你就要当婆婆了 你看 这是多不容易的事 我能不来贺喜吗 谢谢你大婶 绽儿她到现在还不来 已经等了两根草香的时辰了 还是不见踪影 哎呀 按说呀 这云梦山离此还不算太远了 这个千都赏我了 也该回来了 哎呀 所以我一直放心不下呀 别着急 别着急 现在离正午还早呢 说会就会 无会无时的 哎 对对对对 咱们哪 为其一切 等他回来一拜堂不就行了 对对 太爷 太爷 乐队来了 好好好 先吹下来 哎 先吹下来 王府这几年啊 是才忘人不忘 好久没那么热闹了 是是 等禅儿一成亲了 来年给我生的除外孙 我的一片家业啊 就有继承人了 对啊 对 夫人 老太公 新娘子来到了 哎呀 这么快啊 快了好 快了好啊 我王府多年没办喜事了 走 咱们快去迎接送亲队伍去 对 走 好 我们三个不在跑 宋雪人您往东 张欺望南 王北北 大男徽风 王高 分头去追 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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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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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果祥瑞 却提 若是人口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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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 太好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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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 怎么 老太 怎么 这不对 我说你怎么送了个老新娘 怎么不对 我家小姐七岁就与你家外孙定下娃娃亲 王公子上山学艺十八年 若我家小姐再等她几年 必装还老 就是老一些 也不至于老到这种地步 大婶 十八年 多漫长 我家小姐度日如年 会有好心情 人没好心情自然就老得快 再说 你们光携我家小姐面老 王公子在山里风瓜日晒雨打雪梨这么多年 还不知道成什么样子 要不新娘已经到了客厅 为何迟迟不见新郎出来 不 是常儿她 她怎么 是不是老的成了一个老头了 不敢出来了 不 不 常儿她 是不是不乐意这门亲事 想抗婚 万一 为何不早说 让我家小姐苦苦等了她十八年 姑娘 你误会了 对 是常儿她至今还没有回来 什么 还没回来 逃不回来 让我家小姐跟谁拜花堂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我们送牛送羊送彩米还吹吹打打将小姐送到你们府上 没想到 你们这样对待我们 你让我们赵家的脸面包哪哥 我家太爷可是习武之人 脾气暴躁 若知道了这些他可要打人的 你别说话太霸道了 我们家公子可是大名人 谁不知道鬼谷神生 神大了 他回来见到这个老新娘 说不定还不同意呢 他敢 李庚 不得无礼 小姐 您别伤心 咱手中有订婚的契约 又有积老太公的媒症 他王缠若敢赖婚 咱们就去官府告他去 儿媳 你不要太难过了 这姻缘可是前世定好的 无论你多老多丑 缠着她都不会变心的 王大妈 你要知道儿子大了不由爷 姑娘 这个你放心 我养的儿子 我知道他不是那号人 你别在这里打宝票 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在这里劝新娘 而是赶快让你的儿子回来拜堂成亲 话说了一百遍 定什么用 好好好 我这就派人去村头打探一下 李庚 公园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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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不回来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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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回来了 公子回来了 回来了 快快快 准备拜花堂 快快快 拜花堂 别待着了 小姐 别哭了 王公子已经回来了 不会耽误拜花堂的 雪儿 犯下伯母 雪儿 你怎么女伴男装 你是凶 他怎么还没有回来 伯母 一句话也说不清楚 走走走 无理说去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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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分三路之后 师兄往北去了 不过请伯母放心 师兄不会有事的 我虽然担心他的安危 可眼下这档事更让我揪心了 这新娘一刀斧上多时了 今日又是铁定的好日期 午时马上就要到了 长儿不回来 这可如何拜花堂 能不能改一下日子 此地的风俗 新婚大典的日期是定好的 改不得的 改了对新娘新郎都没有好处 再说就是咱愿意 那新娘家也不会愿意 那可怎么办 这种事也不能找人代替 太合适了 伯母 你这种事难得不能代替 但你是女扮男装 又是长儿的小师妹 代替一下又有何妨 再说长儿一会儿也就回来了 不行 伯母 我又不懂男人的规矩 怕弄不好会露馅的 不要紧 我让我的贴身丫鬟芸香 帮着你不就是了 赶巧大伙 还没有认出你是个女儿身 长儿一走就是十八年 除了我和吕庚上山看过她 别的人都认不出她来 这 行了 不行 来人 来了 不然 有何吩咐 让银香宝给禅儿缝的衣服快拿来 是 新郎来了 快看终于长大了 我看来多近 多漂亮 你知道人家是什么脱身的 王传与我一般大 他怎么长得这么年轻啊 那是啊 人家练的是长生不老公 云梦山的属于养人 我家公子练的是养身工 越练越年轻 我不是在做梦啊 不是 我这年轻了 太年轻了 太年轻了 快 好 好 来 见见你的亲外公 见过亲外公 成 十八年了 你还认得我 这不是有家人介绍吗 来来来来 这是你的祭拜公 你现在越来没人 王传与见祭拜公 免礼免礼 这孩子怎么长得跟打屋那样似的 我怎么这么多姥姥和外公啊 你是诸姥姥家 所以外公 外婆 舅舅 镜子 表兄表弟的多着呢 好 住在姥姥家 亲戚多了不受欺负 新娘 工业完毕 你们看 这才是我家小姐 赵孟娇 啊 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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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玩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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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